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FBOYS是北京时代风俊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推出的少年偶像组合 由王俊凯、王源和一杨谦系三名成员组成 2013年8月6日正式出道 从2013年出道开始 三小指真的是超速火遍大江南北 TFBOYS是北京时代风俊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推出的少年偶像组合 由王俊凯、王源和一杨谦系三名成员组成 2013年8月6日正式出道 2013年10月18日发行出道 EP Hat梦出发 TFBOYS成员与日韩男子团体 比起来更接地气 小林家小男孩略显示器的唱功 依然会被定义为小朋友角色 在经过公司系统培训之后 行为模式与艺人相差无几 体现出超灵的成熟 TFBOYS的最大特点就是新鲜年轻 他们的歌曲制作上未必精良 但他们已经不再只歌唱太阳花和红领 今 他们唱着灵后的感情观 这些歌曲的创作和成年歌手的歌曲 并无大事 但基本上他们歌唱的还是健康向上的正能量 管有些琴豆初开式的青色告白 9月21日王俊凯 将迎来自己18岁的生日 在这个意义非凡的日子里 粉丝们早已是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 举办了一场惊天的气鬼神的称人礼 全球首个马尔彭萨国际机场LED广告 为全覆盖的中国艺人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高大上了 18架无人机空中光摇 上午是不是够厉害的 就连香港繁华地段巴士的玫瑰落下 这架势确实是有普天同庆之感啊 粉丝们就决定在南美20度 借18颗星星的光亮 拼凑王俊凯名字首字母 以此纪念其18岁生日 这真的是一个难忘的生日了 更是一个难忘的成人礼啊 相信 这个真的是独一无二的 王俊凯面对镜头十分自信从容 相对其他同龄歌手主打麦蒙不同 表演的大多 是动人新鲜的琴歌 唱法和表演方式也都十分成熟 不论是风格清新的一个像夏天 一个像秋天 小琴歌 还是带着深情 忧愿意味的球鸟 经王俊凯唱出来 都有了特别的萌味道 作为首位协作品走向国际的 九十五号少年偶像 王俊凯以青春的年纪 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阳光健康的形象 受到了大众的认可和喜爱 而他在长城发布会 现场与主创们不时交流互动 从容大方 谦逊 有礼的表现 则展现了中国少年偶像的独特魅力 王俊凯唱功扎实 台风泰然 阳光率阵的性格和多才多艺的个性 都是他能够成为青年代表的资本 虽然还没有有接触过系统 专业的表演课程 可他对角色的心理变化 却表演得自然而富有感染力 实在是让人惊喜 他的表演天赋 看看网友都是什么样的心情吧 at 还贷款完全 明星想什么粉丝就做什么 爸妈叫你们做什么 你们有权记住吗 at 的回味 情况良好 现在的人都那么不理智 看来精神病院有压力了 住不下你们那么多人啊 at 挂得口气背了 那些人就是傻狗 自己爸妈过生日的时候 怎么不搞那么大的场面 都还掏晒购物清单 最贵的就是买给吴欣的 喝酒 给欣欣珍舍的 马上就要十月一小长假了吧 然后就是中秋节 八月份的工资给了十月一 九月份的工资给了中秋节 过完后又来个双十一 七次再双十二 然后就是跨年元旦 春节 甭想攒钱了 有时候明明才一两百块的东西 都拖着舍不得买 很好奇那些大把大把捞钱的明星们 平时都是怎样购物的 都买了些什么东西 终于在快乐大本营 那舞台上 爆出艺人们和主持人们的购物清单 看见海涛的真的是很不理解啊 这脑回路有些奇葩啊 酸奶机四十多 耐斗机十六 破窗戏二百七十一 方文帽二十一 儿童身十八 全是一些小玩意 甚至有些东西恨不解他为什么要买 全账单只有这一个这么贵 将近两千块 是个九千块的拼图 然后杜海涛解释到 拼图是我送给欣姐的 因为欣姐喜欢玩拼图 和窘斗羡慕两人的友情 认真的说 到底给欣欣买东西是舍得的 哦 吴欣还反问那你没看他从我这要走了什么 虽说两人互相吐槽互相对 但这友情是真的让人羡慕啊 咦 为什么购物清单中 没有给沈梦辰买的东西呢 9月22日 郑爽素颜现身机场 粉丝表白 肉嘟嘟的脸 很是招人喜欢关注郑爽 1991年8月22日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 2009年 郑爽因主演现代剧一起来看流星雨进入演艺圈 而他也凭借该系列剧 获得第25届中国电视精英节电视剧最佳女演员提名 2012年 郑爽凭借个人首部电影 画壁获得香港电影导演协会年度新演员金奖和 第31届香港电影金下奖最佳新人提名 2014年 他因主演仙侠剧《孤见其盘》 而获得第13届电视华兵奖全国观众最喜欢的影视演员 2015年 郑爽凭借民国剧抓住彩虹的男人获得第19届华兵奖 中国进现代题材电视 9月22日 郑爽素颜现身机场 粉丝表白肉嘟嘟的脸 随性真是粉丝 好可爱啊 不要太瘦 喜欢这样的健康郑爽用帽子挡脸 粉丝 只是脸上有点肉了 而已 但身上还是瘦的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都喜欢郑爽曾说 郑爽说 瘦不是天生的 但胖是自己吃的 恭喜 郭富城宣布宝宝出生 爽善一家人勾手 赵51岁香港天王郭富城 城城 4月娶了小魔方圆 当时就传他双戏临门 放子成婚 月初有消息指方圆 已在香港养和医院生下女儿 但未扩证时 城城今天早上11点 在微博PO一家三口手牵手 和宝宝的脚印照 写道 开心 微妙 感恩 我们仨 成长 家庭 守护 开心宣布 生活人父 他虽然为透露宝宝的出生时间和性别 但应该是如传闻所 称 是个女娃 方圆母女牙已经返家休养 早在9月2日 就有消息指称方圆 以为郭富城生下女儿 当时香港苹果得到消息 指郭富城坐假 一直在养科医院一带绕圈子 有人猜测方圆 已秘密度院准备分娩 但媒体求证 他的经纪人小美 他表示未收到消息 但一如以往所说 私人是不回复 是一份尊重 诚诚今天上午近11点 在微博上 传两张照片 一张是宝宝握着他们两人的食指 另一张 则是宝宝的粉红色脚印 上面以英文写着 Welcome Little One 欢迎小家伙 小宝贝 上面盖了红色 紫色花朵 应该是女儿无误 方圆也在十分钟后 转PO老公的微博 粉丝则是献上祝福 留言恭喜成哥 祝你做个幸福的爸爸 恭喜恭喜 郭爸爸 喜得千金南韩女团热舞太过辣 衣服先到头 大陆胸罩这表演会不会太过辣了 2011年出照的南韩女团 BB Rainier 以大尺度 性感火辣舞蹈热称 但始终无法大红大紫 上个月他们受邀活动 大跳招牌歌曲 Make Me 2 舞蹈队长之恩 大胆先上衣 随着音乐节奏还越先越高 最后甚至直接掀到头上 上衣的黑色性感胸罩 整个一览无遗 让台下观众大饱眼福 影片也 在网络上疯传 引发热烈讨论 有网友看完表演影片留言 也先太高 笑死 差不多是夜市刚管就的等级 整个露出来没啥美感 先太高了啦 但也有网友认为不会太色情 跳得也不错音 女生先就酸 男生先就碰 双标 看影片觉得 其实歌跟舞都蛮好的